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我自己收到的剧本中没有戏中戏的部分 这是第一个吸引我的原因 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明威的经历跟我还也蛮挺相似的 因为就是新人演员 然后第一次就演了很好的一个戏 也是女主角 就是我看这个戏的时候 我会在脑海里幻想说她应该是怎么怎么样 她会立马有画面感给到你 我就会跟着她去开心去难过这样 主要是她也会谈古真 跟我自己也蛮相似的 然后也有妹妹 戏中戏的部分也是有很大的一个跨度 当时知道自己是跟谁合作吗 我第一次看到剧本的时候不知道 我让你说 还好吧 还好吧 你心目上的那个人是谁 你 nice 毫不留意听到了吗 就是第一面见的时候就比我想象中要活泼 人比我想象中要高 然后虽然说就是没有见过她的腹肌吧 但是 但是听说她有八块腹肌 拍戏的时候 情绪 她看我还没到 她会迁就我一下 说词会说得慢一点 然后看我眼睛里有东西 她才会继续说词 就是比较照顾人的一个哥哥 你知道就好 你知道我经常会 对啊 台词说慢点让你到位了 两个人是怎么熟悉起来的呢 拍完戏跟亲密戏的时候熟悉起来的 对 因为这发世界戏的时候 更会让两个人彼此更加给对方产生信任感 所以这时候会说出一些比较心理话 就那个还蛮关键的 我刚说给你刮胡子的那场戏 对 昨天白天一场刮胡子 帮她帮我刮胡子 然后就有接吻 你们俩平时怎么称呼对方呀 威姐姐 你没有叫我威姐 姐姐 姐 让你姐 没有 公主 基本上每天都叫公主啊 天天叫公主 对的 做梦都是公主 那我就叫希哥这 你叫我你 你叫我希哥 我叫你希哥的好吗 哥 对哥哥哥 对我说哥哥 姐 请两位分别用一种动物来形容对方 闭嘴啊 不许说 动物 解离龟 哇 哎 啊 你看像不像 啊 在碰谁 你还碰火龙呢 我是小火龙 我是老火龙 哎这这事都怪我 嗯 这事都怪我 我自己提出来 自己提出来 我像下解离龟 长得就像解离龟 所以我说可怕动人 设想一下影帝的公主 半年以后播出的时候 电视上播出了两位三页纸的吻戏 我肯定不能和我家一起看 不可能不可能 我一般这种情况下 我是自己会躲开了 我想他们也会跳过 我觉得我妈不会 我妈会姨母笑这样看着我 我到时候应该就是 如果她就是以那种姨母笑 或者不怀好意的这样看着我 想要 想要笑话我 我要回她一副就是 怎么样 这种感觉 我想好了 两位一起来预测一下 网友们第一次看到 太夫跪拜公主时候的弹幕吧 哈哈哈哈哈哈 这人怕不是个傻子 哈哈哈哈 好搞笑哦 我觉得也会有人说啥 也会觉得有人就觉得 肯定可怜的 其实在我的心里 慕婷周是病了 病的就瞬间失去所有的记忆 什么人也不认识 把自己当成另外一个人 我会哭 如果她是我儿子 我会哭 我会想办法去救治她 我会去就像明明一样 去陪伴她 去帮助她回复器 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做大大的 哈哈哈 如何每周三准时 盖客神剧量的最新节目呢 打开爱奇APP搜索 神剧量的官方一键订阅 或扫门尔维码 关注爱奇艺电视剧 微博微信公众号 掌握最新剧透 追剧不在layback 爱奇面 爱奇面 还乐 无论 余 速简单